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歡迎大家來到馬來西亞沙巴這個新屋 已經裝修好了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接下來我進來吧 我去年6月正式移居了馬來西亞 大概8月開始就去裝修這間屋 大概4個月左右就終於完成了 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進來 我之前也說過 馬來西亞的屋子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去分了乾濕廚房 這邊就是乾廚房 Open Kitchen 我們找了這裏的師傅 去做這些入場櫃子 容易收納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看我還特地買了這個布 帶大家進來看這個濕廚房 濕廚房這邊也是的 都是入場櫃子 方便我們收藏很多碗碟碟碟 對 炒烤爛餐那些 因為我們真的會煮飯 我們出去吧 這一個就是我最喜歡的 人家的其中一部份 就是這個特色牆 我們就是自己訂回來 自己貼上去的字 自己組成一個 這個屏風櫃有幾個好處 除了是給我們帶裝飾物之外 一開門又會見到 很漂亮一個櫃子 有我們的裝飾物在裏面 它也有用途 就是可以阻擋風 因為有時候試過 開著門 再開了露台門 對流風就太大 很厲害 所以現在它的價格 反而剛剛好 再說一下這個特色牆 你會問一下 為什麼會用這個綠色做底色呢 因為我和閨脈都很喜歡這個顏色 另外我們Lina Daily Channel的底色 如果你要留意的話 我們有一個 icon的底色 的logo 都是這個綠色的 配上這個金色的三個字 就是信望愛 我們也想過怎樣擺放 會比較漂亮 加上綠色 也是代表到 沙巴這裏 是很多大自然的環境 因素的一個顏色 綠色也是看上去 對眼睛也是舒服 所以我們就選擇這個顏色 和大家進去看看吧 一進來就先看到這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由原本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在網上訂購這些不同的 例如鏡櫃等等 再找這裏的師傅幫我裝陷 這間屋有三間房 先和大家介紹這間小房 進來看看就看到 這張床是標準雙人床 在香港來說是標準雙人床 四乘六 但原來我發現這裏是買不到的 因為和這裏的朋友聊天 他們說這張床很特別 我們說是標準雙人床 他們說這裏沒有這個尺寸 因為這張床是由香港寄過來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很特別 但你看看放了這張雙人床之後 其實都可以沙面落床的仍然 雖然是小房 但你看看都很足夠的空間 我們再去另一間房 這個房間我用淺木色配白色 我稱之為它是用日式 即是日系為主 因為怎樣說 我特地在網上找到這個組合床 好像TAPTAPE那樣的形式 它因為高了下面 其實可以再放東西 它收納的空間就很足夠了 這就是書桌、衣櫃 然後去Master Room主人房 主人房就是最大的 你看看多大間 這個已經說是King size bed 你看看還有這麼多空間 一樣都是沙面落床 有兩個衣櫃 給大家看洗手間 大家如果留意到 就會發現兩個洗手間的擺設 各樣東西都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想搭配和整齊 所以我全部都是餘下兩套 因為我們自己都喜歡沙巴 這裡有很多天然元素 例如木也很有名 所以我們都想放更多 是關於木的在房子裡 如果大家留意到 我整間房子的顏色是深淺木色為主 我們自己喜歡的 就是綠色和橙啡色 如果看看廚房和組合櫃 我都是自己在網上訂回來 其實是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店舖訂的 但為什麼都不搭配 因為我們主要的顏色 就是以雲石的顏色 配灰色為主 容易配搭 這裡很簡單 是長型的 分為飯廳區域和客廳 八月開始 整間房子是一間吉屋 由零開始到現在 慢慢慢慢完成 其實真的很開心 這些其實我們自己 全部都在網上訂回來 然後再慢慢裝陷 自己又有落手落腳 然後朋友又有幫忙 所以其實真的很開心 因為看之前的照片 本來什麼都沒有 到現在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要分享這份喜悅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一定要告訴大家 我進來看這間房子的時候 其實最吸引我 就是這個露台的景 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們又追蹤我IG 或者看我之前拍的影片 都已經經常看到這個景 不如日休息或晚上 都會這麼吸引我們 我和家人來到 就是給這個開陽的景 所吸引得很舒服 其實還要看到神山 在這裡 在這邊的神山 對 所以就很舒服 而且日頭 可能這裡高了上來 所以日頭不用開冷氣 都不會熱 都已經很通爽 很舒服 很開陽 還有很多對流風 其實在這裡已經很舒服 就是這樣 我這個分享家庭的影片 就來到這裡 我會繼續和大家分享 我在沙巴生活這裡的點點滴滴 有什麼好玩和好吃的地方 都會拍影片介紹給大家 大家記住 未訂閱我頻道的話 就快點訂閱我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影片就會馬上收到通知 看看下一次我們又去哪裡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